想到你我就 和中水道的节气 而且每年的6月5日或者6月6日 太阳达到黄金75度 即为盲昼 这个时候气温也会升高 今天上海也是30多度 真的是好热呀 这个马上就要进入酷暑的时节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 对了 而且每年的这个时候 也要进入一年一度高考的重要时刻 在这里呢 祝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高考顺利 金榜其名 放松心情 保持良好的形态 考出考成绩 加油加油加油 好了 言过正传 赶紧进入我们本周的分牌子环节吧 闲鱼日常说 虽然这是我人生中的最后一个6月1日儿童节 但是上完初中我就可以过5、4、7年节 小伙子 你看我太年轻啊 听我一句劝 这个青年的世界吧 它的水很深 你把握不住 你是不知道啊 那些几百个月的宝宝们 还在抢了过6月1日儿童节呢 你这倒好一心垫着这什么5、4、7年节啊 不过我觉得无论多大 永保青春 天天都开开心心 也没什么不好啊 对不对啊 再说了 谁曾经还不是个宝宝呢 对吧 所以呢 在这里我希望我所有的家人朋友 以及我的粉丝们 都能够听听 快快乐乐 开开心心 此从处说小微的弟弟王小剑是那个王者主播嘛 不是不是不是 拜托你们不要at人家了啊 老是打扰人家也不太好嘛 那天看评论区啊 一大堆人at的 我也是被你们at的事 你根本就不认识人家的好吧 我还纳闷呢 这是谁啊 后来发现他居然跟王小剑一个名字 看完是什么好东西 哈哈 太玩笑了 大家散了吧 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比王小剑并贱的 不要再at了 那我要被人家的粉丝追过来打着妈了 这不太好 心痛沉溺说小微怎么录制VIA眼前那种的 你这个说来复杂也挺复杂的 简单吗 也挺简单的 就是首先你要有个VR眼睛glass 然后要有一台电脑 然后还要有一部录视频的手机或者摄像头都可以 然后把你的VR呢连接在你的电脑上 然后用电脑的OBS录屏 然后同时呢 用那个摄像头或者手机 拍我真人在玩的时候的样子 然后再合成就可以了 哎 如果你现在理解不了也没关系 跟我有罗维亚眼睛 你就懂了 威家军鱼可说 板娘 求你哪天周六晚上七点直播可以吗 我好想看你直播呀 请小微回复 虽然呢 我直播间也已经装修好了 你们也看到了 这个直播设备也是买好了的 我也是准备经常直播的 但是 事情它都有点忙不过来啊 这个直播吧 其实挺费时间的 因为每场直播前吧 我都要准备好多东西 我现在觉得那些主播真的太不容易了 尤其是大白啊什么的 老司机啊什么的 天天播 哇真的是 太拼了 而且这个直播吧 也不能只直播一个小时 你说对吧 时间太短了 一直播就是三个小时起 而且也只有粉丝能看 就是只有正在看直播的人 能看到那三个小时 你说我做一条视频 你什么时候有空你都能看 但是我直播 你就得候着我的时间 每个人的时间又不一样 开播了之后吧 人气少我不高兴 人气多吧 很多人忙不过来 我也不能逼大家呀 对不对 这就会让我原本就不负予的时间 雪上下说 所以呢我还是不定期的开播 然后但是每次开播前 都会通过各大平台的动态 或者一些视频通知大家的话 抖音上有个功能啊 就是开播前 它会有通知 就是有一个什么什么时间开播 而且抖音上有 我现在的粉丝群 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 就是我在主页上 加入我的主播的粉丝群 那这样的话 我所有的开播动态啊 视频更新啊 你都能第一时间收到 还是蛮好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QA的所有内容啦 感谢你们在上一周里 对我的支持和喜爱 下一周也要多多关照哦 那么如果你想被我翻牌子的话 非常简单 就需要在我所有的视频下方 进行评论留言 提问题 就有机会被我翻牌子 被我看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